大家好,我是张小妹 今天咱们做手抓饼 准备300克普通面粉 少许食盐增加面粉筋性 一半的面粉用开水烫面 另外的一半面粉用凉水和面 搅拌至没有干粉 下手和成光滑柔软的面团 盖上盖子,饧面20分钟 接着咱们再做个油酥 两小勺面粉 适量食盐 少许花椒粉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能够搅拌成这种吸油酥就可以了 取出形好的面团不要揉 直接整理成长条形 再切成小剂子 取一个剂子直接压扁 接着擀面杖 擀成一张长形的饼皮 可以擀的稍微薄一些 舀入适量的油酥涂抹均匀 捏住饼皮的一端 像折扇子一样把它折起来 这样做出的饼层次特别丰富 用手压扁 捏住两端轻轻地摔打两下 从一端卷起来 最后把尾部收在下面 全部做好之后取出第一个剂子 接着擀面杖擀成圆饼 可以擀的稍微薄一些 电饼称提前预热 不用刷油 放入做好的手抓饼生坯 盖上盖子 开上下火 焖30秒之后把饼翻一下面 全程用大火烙 中间其翻面 烙至两面金黄 借助筷子稍微抖动一下 饼的层次就特别明显 手抓饼这样做非常的薄 也特别的柔软 层次也是特别的明显 撕开看一下里面 柔软又多层 自己做的不含任何添加剂 吃得更放心 感兴趣您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收藏关注哟